分身乏術 没有办法清理 好在有慈激志工帮忙 当一家有难的时候 那么多人 善性人士能够聚集在一块 把他们的东西清掉 所以说感觉上很温暖 一个星期 慈激志工两度造访伊丽的家 心疼这家人在丹宁寺风暴后 无处可去 他在很无助的时候 今天有慈激人 刚好有这个姻缘 他跟我们有这样的缘分 然后我们来帮助他 然后看得出来他很欣慰 一直跟我们道谢 所以说他觉得说 我们应该算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一样的 在前一次的清扫过后 原本满目疮痍的房子 稍微有了家的模样 这次志工在家墙处理一些 比较看不到的地方 用心在知为末节 觉得记者很幸福 如果是自己的家弄到这样的样子 不知道怎么感想 很好 其实有一帮很有用心的一些松析者 家民可能都知道我们的用心 我们对他们的爱了 就在志工忙着扫除之际 伊丽的邻居也主动过来帮忙 把之前清除的坏掉家具全部载走 这社区我感觉非常感动 就是他们动员了十几个人今天 然后一起帮这个受灾的住户 大概有两三车的这些家具 然后都搬出去回收 然后我觉得这个 其实社区爱的力量真的是很棒 虽然说做过程之中感觉有点累 但是发现越做越开心 因为可以把很多很多的脏的东西 一样一样清出去 就像我们有些烦恼 一旦暂时放下 那当我们做完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人非常非常轻松 互助的力量 让伊丽的家重现昔日的温暖 等待主人返家 享受这份幸福时刻 大家新闻知识美之沟 王素贞 谭正雄 英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